好,來到程度2的題目 會分A、B部分,你會發現我10條會分A、B部分 比較接近公開試的文法 究竟如何做呢? A部分跟程度1的程度沒有大分別 用橫等式做就可以了 A2次 A2次,後面就將它看成1的2次 中間那一個就將它看成2乘A乘1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橫等式把它轉成A加1的2次方 先放大一點 好,輪到B部分 B部分呢,你會發現 前面的一半其實正正是我們A部分用的東西 我們就按照抄 按照抄有什麼好處呢? 按照抄呢,公開試來說 按照抄會有1分 即是用A部分的答案是會有1分 那後面呢 後面那一塊就是A加1 什麼都不需要做 然後你就會發現 前後兩塊都有A加1 所以呢 就抽共因 抽個A加1出來 前面還有A加1 後面抽完呢,還有一個1 記住,還有一個1 不會是0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想想一下 A加1 A加1 是乘1 這樣才會出到A加1 對吧? 如果是0的話 那就應該不見了 A加1 會消失的 好,輪到第二條 第二條又是 A二次 就是A二次 那要懂得把9B二次 轉成3B二次方 這樣去看它呢 這樣就會容易很多 中間呢 就轉成2A乘3B 然後呢 就用橫等式 就可以轉成A-3B二次 好了 那B部分呢 照版轉換前面一半呢 其實就是我們A部分做的東西來的 那就照抄吧 後面呢 如果 你給了一個 又是A-3B 好神奇 那 前後也有A-3B的時候呢 就抽出A-3B 抽出A-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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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部分也是,按照前方的答案 留意這裡有一點特別,後面是-a-7b,前面是a加7b 那要怎樣選呢? 抽個符號出來,這裡要懂,經常用到的技巧 抽完符號出來就會變成cru a加7b 由於前後也有a加7b 抽共因,前面還有a加7b,後面還有1 快一點,第四條 2a加2次,後面是5b加2次 中間是2乘2a乘5b 這個可以化作2a 很明顯,這顆符號出來 是4b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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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算是2a-5b的二次方 可以化作2x2a乘5b的二次方 可以化作2x2a乘5b 好,快點,前面就一樣 好,快一點,前面就照抄 看到很多時候都是 後面這次抽符號 但不只抽符號 要抽個-2出來 抽完-2 你會發現前面的2A 後面變成-5B 前後也有2A-5B 再拔個2A-5B出來 前面還有2A-5B 後面還有-2 第五條 直接用恆等式 可以一開始 m加m乘n-n 下面也是 按照A-5B的答案 看到符號在這裡 又是拔個符號 拔個符號出來 但不只拔個符號 拔個-2 拔個-2 後面就看到n-n 由於前後也有m-m 那你拔個-m-m出來 前面剩下m加n 後面剩下-2 後面剩下-2 這樣就完成這部分了 第六A A-2 4m2次 看作固乎2n2次 25n2次 看作固乎2n2次 看作固乎5n2次 再用恆等式 identity 2n加5n 2n-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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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部分呢 也是 按照A部分的答案 先看 留意一下 這裡又是 看到符號 好賤又是做回一件事 抽個符號出來 這樣就會變成2n加5n 由於前後也有2n加5n的關係 又是 再抽個2n加5n出來 前面剩下2n-5n 後面還有一個減1 好了 輪到第七條 第七條 這題目是十字相成的題目 我們也是用回 之前的影片所說的 先進行方式 先進行方式 輸入呢 1-2-3 就會顯示 3和 這個負1 又是了 先進行方式 先進行方式 但留意一下 這次有兩個尾指數 不需要擔心 照寫 正3呢 又是先進行方式 負3 負1 便進行方式 先進行方式 由於前面有兩個尾指數 要做多一件事便可以了 第一個尾指數寫前面 第二個尾指數寫後面 第一個尾指數寫前面 第二個尾指數寫後面 由於它有一個尾指數 寫一個尾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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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左領右頁 由於前面有一個尾指數 先記上個尾指數 我們寫 together 後面還有一個減2 這樣就完成第七條 先把這張紙拿走 再看看這段影片 第八條 我們先用方法 1,負5,負14 顯示7和負2 先把兩個估計 負7,負7,負2,負2,負2 第一個未知數寫前面,第二個未知數寫後面 第八條 先把一個負5 先把一個負7,負2 先把負7,負3 先把這個負7,負7,負3 先把負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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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7 第九條 比較特別 又不是按機 又不是 用恆等式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抽個X 二次出來 抽共因 都是 Factorization 因式分解的一種 一元出來 你會發覺前面 第一個還有一個X 第二個有一個Y 第三個還有一個-5 這樣就已經立刻做完了 是不是很快呢? 這條最簡單的實驗家來說 B part也是一樣 照樣用A part的答案 後面呢 你要懂得拔個符號出來 那你又會看到 又是X加Y-5 那由於前後也有X加Y-5 那就可以再拔個X加Y-5出來 做回X二次-1 那看到X二次-1 好像做完了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 用X加Y-5 但是呢 X二次-1 可以再拔個X加1 和X-1 用恆等式 A二次-B二次 等於A加B乘A-B 好了 最後來到我最想做完這條 就完成了一段片 十第十條 又是啦 抽個X二次出來 不知道做什麼的時候 之後 就會顯示 X加2 再減3 X加2 再減3 再減3 那這個能不能再做下去呢 應該是不能再做下去的 那看起來呢 就不是十字相成 因為後面是沒有了Y 所以是不能再做下去的 所以就這樣抽個X二次出來就已經做完了 不是2Y 不是2X 2Y 好了 那套用A的答案 X加2 Y再減3 後面呢 就拔個-4 出來 X加2 Y 再減3 由於前後 由於前後都有X加2Y-3 可以再拔出來 前面還有X二次 後面還有一個減4 對啦 留意好像剛才這樣 還沒做完的 X加2Y-3 還可以拔多個X加2 和X-2 出來 用回恆等式 由於4是2的2次方 可以再拔多一次 這樣才是真正完成了這一條的